好 各位观众好 我是灵奇 欢迎大家收看这次视频 我们继续玩这个玩哈啦 之前我们玩到这个 第八天的break 是吧 就是我们发现那个sail没有死 但是 他这个 就受了伤啊 受了很多 然后他也不愿意多谈啊 点了一点酒 然后就 他没有酒精吧 他是这样的五酒精饮料 是吧 我记得是 因为这个不是连着玩的 我不是很记得不是很清楚 反正就是点了一点饮料 然后就 就就就就走了 后面好像还喝了一个挺挺 酒挺多的 就是挺烈的酒 好像然后就就走了 他不愿多谈 那我们继续啊 然后就是换 bgm bgm这个无所谓 但愿一切平安 加密那个杀手又来了 杀手不说话 就 给人家不在 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很好 别担心 ok 如果想上厕所的话 我该去哪 笼子有个小猫杀鹤 ok 呃 他的猫 我在我住的这种楼里 今天有些公寓遭到突击检查 所以 因为考虑到有人会在我不带的时候闯进家里 是吧 怕出事 所以就带着猫来上班了 你想喝什么 gut punch ok 这个杀手就喜欢喝这种 便宜又烈的东西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口味就是这样 然后他 他是不是喜欢 重一点的 我们给他多调点酒 给他来五份 忘记点橙话了 刚刚刚才发现忘记点橙话 给他来五份酒 ok 每当有人点一杯这个 你就得开个玩笑 关于给 顾客的腹部一击重拳之类的 理论上是这样 但 我一个就得 真的 他没接受过正规训练 只是读过我老板的那本旧手册 那本书上曾经写着类似的规章 提到要说双关于 只是某种防伪措施而已了 如果真有人复制了这么蠢的规章制度 肯定会被当场抓住的 这像字典通过加入假词来判断是否被人全文复制那样 对 为什么不告诉他那件事呢 只是因为那样太好笑了 什么是让你这么心神不安 不是什么值得你深究的事 他也不愿意多谈 换个台 兄弟 还是换这个全集谈 有些时候人就会毫无缘由的感到不自在 但你可能确实有理由感产生这种感受了 雇佣杀手还是相当罕见的职业 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倾向向自己的工作是做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 有一种活我是不肯接的 就是要对付碰巧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点的人的那种 碰巧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点的人 昨日人想要花钱买些那些没做错任何事的人的命 哦 就是做就是不小心被别人看到了一些什么 不能看东西是吧 然后就 就没办法了对吧 就那你就只能死 就是这种人他是 我们杀手这个胆是不接的 杀掉什么挡住了某个建筑的钉子户 或者某个多管闲事的记者 你看啊就这样 无视这些委托也算不上是善举 但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 赏金猎的说法要怎么来的呢 如果我是被派去杀掉那些作恶犯科之徒 并为此获得报酬的话 那就足以被视作赏金猎人了 就是接活去伸张正义就是赏金猎人 什么活都接不管正邪那就是杀手 这意思是吧 不过是对杀人的卑劣辩护罢了 再怎么所以改变不了卑劣的现实 他有点 我还是不会为那种琐碎的理由杀人的 换个话题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给我来一杯苦味的饮料好的 男性化的酒更适合他 男性化苦味OK 这个不是 那又是高胖吃 我男性化火了 要不我们用个派或者用这个吧 这个是我们店的特产啊 虽然是那个gill调出来的 不是我们调出来他他下机把条条出来这个特产 上一杯既然要苦味要男性化 上一杯咱们店特产 来 给你上一杯咱们店特产 试试看 很好 想起来我爷爷他当年每次下午都会吃 bonser的根 他说这些能让他更强壮 营养成分要比大多数维生素补品多啊 你也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我好像总会让你感到不痛快就 没这回事别在意 大概是因为我对于夺走他人性命这种事无法释怀吧 在明知你杀过人的同事 我们却在这里聊天 太奇怪了 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上性教育课的情景 我无法理解人们在干出那种事情后怎么还能正常过火 第一次上性教育课 那有可能 我得提醒你与性教育不同 你最好保持住这种心态 夺人性命可不是你应该习以为常的事 我有一个合适的故事正好可以改变话题 想不想听这座城市里最危险的赏金恋人的故事 你说起这个的语气就像给无聊的孩子讲童话一样 好吧我还真想听 这座城市在不久期之前曾有过一个赏金恋人组织 执法部门会为危险人物的人头挂出悬赏 并根据此人的死亡证明来支付报酬 有个人称 Jet Black James 的家伙 他得名于自己常穿的一袭黑衣 有趣的是他穿那袭黑衣其实是为了掩盖目标见在他身上的血迹 他拥有高臭的追踪技巧和无与伦比的信息网络 甚至有开玩笑说如果他没在半小时之内解决目标的话他就会拒收掌金 接了单以后 开玩笑接了单以后半小时之内就搞定 事实上他确实就是这么强 有一次他单枪匹马搞定了全部悬赏却风文不收 当时他就是那么疯狂 该组织发布的最后一次悬赏目标就是James的人 最后警察 不好意思刚刚那个 对吧 我没有关我那个音乐播放器 突然快捷键按了一下快捷键 不好意思 刚刚已经关掉了 最后警察将他逼上了绝路 而他在引弹自禁之前留下了遗烟 却是把赏金打到我的帐上 哦 他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所以他完成了这个悬赏目标 所以赏金打到他的帐上 好叫为什么这个故事还没被拍成电影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悬赏了 一个登记注册的赏金猎人遭到杀人罪指控 而指控却是他过去的 悬赏目标 如果还有人打算重建这个组织的话 怀疑的种子将会瞬间蒙发 所以这组织就解散了 怎么保证这样的组织不是陷阱 他们可以利用登记注册赏金猎人解决最麻烦的罪犯 之后再以这些悬赏目标为证据利用他们提出指控 借此处理掉赏金猎人 因此再也没有了 他的死亡确保了执法部门再也无法张贴出任何形式的悬赏 在那之后就算有人 封道去做赏金猎人也只能单独行动 你以前是那个组织的成员吗 事实上我要得知这个组织存在当天 就对此抱有刚才你说 刚才对你说过的那些怀疑了 好了这不是我的妄想 我不知道你这话题转换的如何 但那个故事确实很有意思 我得确认一下你不会是 的再造版之类的吧 这不是是个很常见的名字 他叫做 加美 然后是加美 此外如果没做的话 他的证明应该是 什么什么的 讲这个故事让我的喉咙发干 请给我一杯啤酒 OK 再来一杯啤酒 啤酒 一滴 OK 一二一二四 他没说要大呗 就不给他大呗 一二一二四 OK 不愧是人类最古老的朋友之一 干杯 有件事我看的很明白 你对杀这个词的用法 可不像那个这么从容 他不擅长暴力 那是好事 不过这也很有意思 对比你们两个 很容易就能看出 Gillian有过更多痛苦的经历 有些时候那家伙就是因为 那家伙就是因为那个才麻烦 尽管如此 他人是我认识的最可高的人之一 顺便打听一下他去哪了 我拜托他去护送一位之前来过这里的姑娘 我感觉如果遭遇到什么的话 他有能力解决问题 聊了这么多关于他的事 他的鼻子肯定要发痒了 是啊也许吧 好吧我该走了 带我向老板和Gillian问好 OK 今天气氛真沉重 每个人都等等 如果大声说出来的话 总有永在挑战命运的感觉 但不妨一世 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 还有那条狗 真心希望下个课能改变节奏 Ingram又来了 就那个第一天过来随便喝一杯 然后看到老板就被吓到的那个人 你还在这工作呢 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是说 你在这家见到你真是那点惊喜 我刚下班特别需要来一杯 而我记得这个毒窩 就在附近 你想来杯什么 Blading Janet OK 我希望每个顾客都能够对吧 清楚的告诉我他要喝什么 而不是像那个那个神学家那种菜迷 对吧 等一下 这个是没有酒的 对吧这个是没有酒的 它是解酒的 挺有 这个味道 这味道就像我妈以前做过的一面酱 餐水过多 焦柔造作 味道恶心 你在哪里高红 你在哪里高级我没有什么特点工作 但有一个工程师的 关系网需要助手 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干什么 但我能做的就是服从指示 对他们也就够了 一直 一直在与一个叫Celia的姑娘 Celia 的姑娘共事 从事某种 试验性的动力服 开发工作 唯一的职责就是每天帮他们做一次维护 关系网是什么 技术咱们都互相认识 他们一致推荐了我 我不提问 还很快就掌握了按他们的需求办事 哦 只不过那份工作有时候是会非常无聊 你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我 只是因为你比上次来的时候快乐多了 我们的愉快的日子和不愉快的日子 今天不过是碰巧轮到了没那么不愉快的日子罢了 更何况 如今人们都被吓得躲在家里一声不吭 街上厂量多了也没有交通堵塞 哎呦 这位哥跟我一样啊 不喜欢那种很多人 很多车 我看到很多人的很多车我就头疼 永远是额外的加分项 连续吧 差点要变成不愉快的日子 都是因为我在这路上碰到了几个小崽子 做什么了 不是因为他们做什么 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在扯自己是多么应该冲进 再把这group从部分把它炸掉 说大话是吧 我见过太多小屁孩 一扯到这个烂企业就要摆出 擎贼先擎王的态度 即使总部大厦轰然倒塌 幕后黑手也会安然无恙 杀娇头目今天意味着这份职责 会被继承到这个烂交券的下一个根屁虫身上 对没错 见鬼我打赌他们原本就盘算起要干掉对方 如今的小孩看了太多关于反抗军干掉邪恶企业拯救世界的动作片了 不要问那种事情了 不是用那种事只因为我讨厌小屁孩 哎呦跟我一样 我也不喜欢小孩 说来有趣不知为何 掌权的大企业远比寻常的政府更危险 我不懂 我又不是什么政治人物 可不是 现在给我来杯中斯大尽量别搞砸 中斯大 你每次怎么都点这种难喝的玩意 那 他 我可以不搞砸 但是问题是这玩意难喝 嘉宾 你怎么听天喝难喝 这位就我听说一样恶心 为什么还点 别管闲事 OK 试色惠心在哪 他 会去你那边了 一起玩 有客人上 抱歉打扰到您了 你们在酒吧还养狗还养猫 这只猫是我养的 至于这条狗只是在附近闲逛罢了 打扰得很干净 他的毛 毛皮看起来也很健康 你看这个官孩被指 你好像对猫很了解 常识而已 喜欢猫吗 算不上讨厌 讨厌吃喝的时候身边有动物 我准备离开了 请下次再来了 别指望了 你上次也这么说的 恭喜啊你把客人吓跑 Foy与我同罪 没错但我喜欢Foy 她是我的宝贝 赶紧走吧 随便你去玩还是去看吧 好的 啊你回来 say怎么样了 那位Cat Bomber姑娘把她接走了 那个 我们的Stella 小姐 那个Stella后续把她接走了 OK 我什么也没看到 都没看到 但我猜她应该很高兴 真是个好消息 我错过什么了吗 詹姆和另一个人来了 了解了 你看她好像累坏了 一整天都充满了背负着沉重情绪的人 我当时不接种事 问题是和他们交流有点累人 发现自己都开始期待 他会随时闯入店门了 Dorothy 想念他了 想念他了 因为那个这个新工作者 是吧 他还是挺挺快乐的 每天 每次聊天 多少有点吧 无所谓了 没有什么是睡觉好的 解决不了的 咱把东西收工回家吧 OK 这个是收入啊 今天收入比较少啊 因为点的都不多 今天是勤丑 对吧 小费也不多 虽然我完美服务 但是给的小费也不多 然后这个狗 哦不 老板给了我们300块钱 因为跟我们的猫在玩 虽然我不知道我的猫 感觉好像什么也没说话 只有一千四百块钱 差不多吧 啤酒储备要耗光了 要买一些啤酒 OK 注意点那些毛球 你在浴室里留下的毛球更大坨 你在浴室里留下的毛球更大坨 笑死 看一下新闻 可能是这个 哦这个这两个应该都看完了 这个是MTownship64 无比期待 根本没游戏可玩 还有是收购 收购魔物娘之烂梗了 我没有 我也没有 我更没有 我要和魔物娘结婚 关于虽说 我只想要获认驾驶的游戏性 为什么你要指望 这个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调酒游戏的这个制作商 Sukban Sukban 是这个 就是这个做这个游戏的公司 会有游戏性 不知道 我只能看到美少女 但没有任何东西支撑游戏本身 硬件配置有什么消息吗 很可能会是另一台机能地下的破烂 也不知道竞争者机能 也不是说他竞争者的机能就能好哪去 不了 我感觉自己已经要告别游戏界了 最近出了垃圾就没有别的玩意 是啊 还能回想起游戏真心好玩 开发者用外星和关怀教授他们的年代吗 我是想不起啊 啊 这个就是说梗吧 就是 上个世纪 90年代和这个世纪 初 头几年 那个时候就是游戏还是比较 好玩的 包括其实这个世纪头十年吧 可能头十年不太合适 头五年 头六七年 头十年吧 我就这样说 就反正2010年之前吧 就还是有一些比较 用心的游戏啊 这十年就 就拉了夸了 对吧 资本大量 资本毁了一切 是这样的 什么东西 资本大量 涌入进去了 他就毁掉了 不光是游戏 其他东西也是一样 只要资本大量进入 那个东西就毁 因为资本是一个 他会把任何东西价值化嘛 对吧 游戏他本来 在上个世纪的话 游戏还算是一个艺术品 但是资本化以后就变成了一种 一般的 商品了 就只有一个属性就是赚不赚钱了 所以就就就拉夸 不买一台吗 取决于游戏阵容如何啊 还是要看游戏首发阵容 买主机的这个 对吧 大家买主机都是看游戏阵容的 这个倒是很经典的一个 一句话啊 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政府这个报纸 魔物女友 起 起拉里 登顶 最畅销游戏 始于这个20世纪 20年代 19 1910年 屏幕里的老婆革命 也不再是一句笑话 虚拟现实这种法板在该基础为人们带来的体验 六潮 流行品牌魔物女友啊 已经有数百万的销量 在全球全世界范围内有9000万份 你想那个游戏吗 动画风格游戏都很蠢 至少 最近上市的都是如此 对 我当然喜欢炸鸡 他揭示了自己不寻常的胃口啊 对这个总理我们这个市的总理进行的采访 一种稀缺食品炸鸡 我这么说也能显得有些粗鲁 毕竟我喜欢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取的东西 但我无法否认自己对他的爱 那些有 Kenta 这个不是Kentucky吧 Kenta 鸡胸以后你就完全无法 回到之前的味觉世界中 自己有取缔一切素质食品的念头 但他随我表示自己开玩笑 我不会取缔他 因为 制作市民的最喜欢的东西 无论我怎么恨他 我不会取缔他 真要那么稀罕吗 我确信市面上卖的都是炸鸽子 市面上都是卖炸鸽子了 不是炸鸡了 鸡已经 对吧 是稀缺瓶 足球人气持续低迷 职业摔角运动人气暴涨 足球已经不行了 上街世界杯 被爆出贪污丑闻之后就转移了 都看摔角界了 比起那些假装动真格的运动 我更喜欢看这些事先就知道性质 与之完全相反的表演 但我喜欢足球 就是因为这个 你才被淹掉的 原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猫绝育是因为我们喜欢摔角而猫喜欢足球 于是我们直接把猫去做了 绝育 其他的没什么根性 那我们先吃完了 买个啤酒是吧 OK 第九天了 OK 那今天就先玩到这吧 然后就 看样子后面 8第8天的后面一半也 呃 没有什么 比较 大的消息 就是普通聊天 这期就先到这了 我是零七感恩大观 感恩大观看这次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